谈到澳洲,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联想到观光、留学、澳洲牛肉或是最近很盛行的打工度假 但在国际间,澳洲真正令人羡慕的成就其实是超过22年,无间断的经济成长 无论经历过多少次全球性的危机,包含2008年的金融风暴及欧债等,澳洲都能安然地度过 更少人知道的是,全世界前十大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就有三个是来自于澳洲 这也是为何我们能够吸引来自各地的精英在这里安居立业 投资澳洲也成为500大企业海外资金的首选 台湾和澳洲双边是有互相互补的条件 澳洲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研发技术 而台湾擅长的量产制造、品质控管,并熟悉开发中国大陆市场等 都是策略合作基础的条件 从制造业的立场 投资澳洲能够直接取得原物料的竞争优势 来源来自天然,而且并重视安全品质的国家 从服务业的角度,设立澳洲的据点能够提升品牌的价值和能见度 毕竟澳洲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来自于海外的移民 希望现在的您对澳洲有新的认识与见解 我们也欢迎您一起来参与充满无限机会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